Hello!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他 有沒有人猜到是甚麼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番茄肉醬的做法很簡單 吃法亦很百搭 用來搭配意粉、飯、蒜蓉包、薯蓉 都非常合適 所以今天我們會一起做番茄肉醬 其實平時懶得煮 或者想省時間 不想搞那麼多東西的話 我都會預先煮定 一些百搭萬用的醬料 再放入冰櫃補存 隨時想吃 特別想不到煮甚麼的時候 我就直接在冰櫃裏拿出來 翻熱煮一煮就能吃 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夠懶人 又買個小關子 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 這個簡單得爆的番茄肉醬的做法之外 真的超簡單 三樣材料就已經做到 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我會怎樣用這些番茄肉醬 想知道我會再用它來做甚麼番茄肉醬料理的話 就記得看到最後啦 這個番茄肉醬的材料 真的不難準備 就是大家眼見這麼多 免治牛肉我是在超級雪場買的 這次我準備了兩匹的免治牛肉 還有四個番茄 大家選番茄的時候 可以選一些飽滿一點 紅一點的番茄 這樣番茄的味道就會甜一點 沒有那麼酸的 洋蔥一個就夠了 我也會加洋蔥下去煮醬汁 接下來就是一些調味料 有蒜蓉 茄膏 月桂葉 香草 鹽 還有黑胡椒 平時做番茄肉醬很多時候都會用到茄醬 不過這次我就會用到茄膏 原來用茄膏去做番茄肉醬 番茄味是香很多的 至於茄膏的用法 也是等待煮的時候再做給大家看啦 我還想說 間中也會有網友問我家裡有什麼常備的香草或香葉 其中的茄蘿羅辣香草和茄莉月桂葉 都是我很常用 而且挺白療的調味香料 好 那我們首先就快手切掉材料 把洋蔥去皮切粒 番茄都一樣啦 去定切粒 有些人做番茄肉醬 喜歡把番茄先去皮 再切成一粒粒 這樣做完出來的口感 就好像加了番茄醬 那我就比較隨意 我就沒理會這麼多了 加上番茄皮也很有營養 所以我就整個番茄切粒 好了 再準備蒜蓉 就可以開始煮啦 大家有沒有看錯 我是用一隻大的中式鍋 去煮西式的番茄肉醬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今次的番茄肉醬 份量實在太多了 家裡最大的平淚鍋也賣不完 而且也想方便些去炒些材料 所以真的不要太介意 唯有用一隻不太好看的中式炒鍋去煮啦 其實做番茄肉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會先做一個 類似番茄湯的醬汁 然後再加牛肉下去 慢慢炆煮 但我自己就喜歡炒香牛肉 我覺得牛肉要炒過煮出來的肉醬 才會有那種牛肉的香味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 會加少許油炒香牛肉 炒到差不多 就加少許鹽和黑胡椒 調味 牛肉炒好了 我們就炒起來 大家記得要保留牛肉汁 待會我們會用牛肉汁來煮醬汁 這樣就會更加原汁原味 剛剛炒完牛肉的這隻鑊 還有牛肉的香味 不用洗鑊 直接用來煮醬汁就可以了 好 加少許油 加上洋蔥 加上洋蔥 將洋蔥炒至金黃色 加上蒜蓉 略炒 聞到香味 我們就可以加上茄膏 茄膏的作用 主要是增加番茄的香味 還有煮出來醬汁的顏色 不知道你知道嗎 但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一直都做錯了 原來茄膏一定要炒過 一定要爆香過 才可以發揮到它的作用 還要把它炒到有深紅色 煮出來的肉醬 才會有很濃烈的番茄味 好 炒成這樣 茄膏的顏色要炒到深紅 還要偏少許啡色 然後就可以加入番茄 加了番茄之後 又炒兩炒 然後我就可以加水 不過我會加了剛才流起的肉汁 還有剛才那罐頭殘餘的小小茄膏 我也不會浪費 水的份量加起來大概半煲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忘記剛才炒香的牛肉 加上去 最後加上香草 香葉 鹽 和黑胡椒 調味 好 蓋上鍋蓋 用小火煮3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做好一大煲的番茄肉醬 當然是否一次過吃光了呢 現在呢 又可以順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我會怎樣保存番茄肉醬 我自己呢 就習慣用密實袋 塞著肉醬 再放入冰箱裡保存 大家當然可以用密實袋 或者直接用碗 去裝著肉醬 再放入冰箱裡 但可能是因為我的冰箱不是太大 空間有限 所以我始終都覺得 雖然密實袋放起來 一盒盒很整齊 但也是比較啞位 而且用密實袋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樣 把番茄肉醬分成一餐一袋 等到要做番茄肉醬料理的時候 直接在冰箱裡拿一袋出來 解凍翻熱 就可以馬上吃了 真的超級方便 啊 還有 至於這些番茄肉醬 可以保存多久呢? 我上網見人說 自家製肉醬 放入冰箱裡 雪硬去保存 可以保存一個月那麼久 老實說 我沒試過放這麼久 通常我都是一至兩個星期 就已經清光了 這些番茄肉醬敢百搭 又敢猛能 不如 又順便展示給大家看 平時我會怎樣用這些番茄肉醬 其中一種煮得最多 一定是番茄肉醬意粉 我手上的肉醬已經雪硬了 你看到它是一個固體的形象 我會直接把肉醬放進鍋裡 然後就可以煮意粉 意粉也是跟包裝的姿勢 我這個意粉要煮九分鐘 其實肉醬放在室溫一會兒 已經融融的不太硬 我會用慢火煮熱的肉醬 好 加蒜蓉 快手炒意粉 最後就把肉醬 淋在意粉面上 這個番茄肉醬意粉就完成了 再分享一下 又再分享多個 其實除了配意粉之外 番茄肉醬配飯也一樣好吃 這次我會多加一隻蛋 吃起來就會更豐富 做法也是一樣 直接把番茄肉醬放進鍋裡 用慢火把肉醬滾熱 接著就準備白飯 再多煎一隻蛋 我這次就做太陽蛋 最後就把白飯 肉醬和煎蛋三樣材料 組合一起 這樣就完成了 看看這個茶餐廳都吃到的 煎蛋番茄肉醬飯 自己在家裡也做到了 重點是超級多醬汁 這樣拌起來都會特別好吃 特別鬆反 肉醬的配搭有很多 但是用番茄來做肉醬 可以說是最經典和最容易的組合 你看我懶得只用三樣材料 再加些香料調味料 就已經可以煮到一大盤的白搭肉醬 還有煮完之後 把它分成一袋袋 再放入冰箱裡保存 這個做法 令你隨時翻熱就可以馬上吃了 真的無敵方便 有時間大家都試試做吧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如果你都做了這個番茄肉醬 記得分享你的作品照給我看 記得讚好和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